有人在家嗎 來了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柯 歡迎來我家 妳這樣進來我覺得很有哏 妳這樣晚上一個女孩子不會怕喔 不會耶 就是我膽子很大 小柯真的是好大的膽子啊 要進到家門得先走過這洋長小道 還得下兩層樓高的屎梯 對 其實我覺得走進來 跟你可能剛剛進這個社區的那種 感受不同 不太一樣 對 然後有個花園有沒有 對啊 就是室外桃園的感覺 是 因為鏡頭如果往那邊看 你看 喔 一整片的樹林喔 無價 這個地方真的其實還不錯耶 是 等於說自己有一個天然的庭園 為了不讓這美景進房看不到 小柯家的牆全是透明強化玻璃 而且不掛窗簾 完全沒有窗簾 對 然後呢 我很喜歡坐在那個位子 就是用電腦 因為我覺得在這邊使用電腦的時候 你看出去的是繃緊 對 然後有一種心裡有得到一種 就是平靜的感覺 一進門映入也連的不是客廳 而是餐廳 方便朋友聚會 小柯特別買了長桌 它顏色太沉重 椅子選用黑紅兩種對比色 窗台沿用前屋主設計 除了收納也能當椅子 現在則是兩隻愛貓的用餐區 妳家的貓我覺得還滿友善的 妳看 我摸牠 牠會咬尾巴 妳看 因為我都 妳有訓練過嗎 我沒有訓練過 我懷疑牠投錯財 牠是狗就對了 對 牠是挑狗 然後妳看這隻荊棘蛋也不會 一般我不太敢摸貓 真的嗎 因為牠 因為牠 我一摸不一摸 抓我會害怕 基本 小花咪 牠本來對主人說 你怎麼這樣 不給我面子 所以妳養兩隻貓都是 這是公的母的嗎 對 公的這個是母的 牠們兩個不會發生關係 不會 結紮 結紮一樣就不會發生關係 就沒有FU了 沒有那個荷爾蒙吧 沒有 那就這樣 那妳看 老婆妳還有我結紮 我不能結紮 客廳的空間算大 刻意不放茶几 就怕佔空間 一樣有一整片落地窗 紫色L型沙巴 復古橫磚瓦地磚 搭配波斯地毯 我有一活風情 那我覺得比較有一點點那個 是復古的感覺 電視兩旁的小音響 則是放在幼稚園小朋友的小椅子上 很有創意 平常就很愛買的牠 東西居然要一整間房才裝得下 哇 是不是 是不是真的很特別 對 這個地方請問是妳的 算是我的工作室 算是我的工作室 也是我的儲藏室 OK 工作室 那請問是什麼工作室 我本來是要坐在這邊 用電腦寫一些文章 經營自己的部落格 後來發現這邊的景色還沒有這麼好 所以我才把電腦拿到外面去了 這間房間從燈到整個儲藏櫃 搭配灰色石牆 加上紫色小沙發 對比出冰粉感 其實這邊放了很多我自己 就是家裡儲備的東西 對 然後妳看這每個籃子 上面都有貼就是用紙膠帶貼了 就是乳液 乳液 所以這個整個就是佛臉的 都是臉部的乳液 那我在分類的時候其實我從頭到腳 然後再從臉部的部分開始 哇 我真是開了眼界 小空分類做得真的非常好 我以前就是很不喜歡分類 然後我東西就會不斷地買 對 然後不斷地買 你會覺得說你明明就有 然後會放到過期 這樣很浪費錢 然後你這樣收納之後 就覺得哇 在找東西上面就覺得很方便 對啊 所以你這個地方 已經變成一個要抓的店 除了日常用品 這個房間放了上百雙鞋 這是我的鞋區 對 就是妳的鞋子 對 那鞋子 因為我以前常常就是在找鞋的時候 會花了半小時 避免找不到鞋 除了分門別類放好 她還做了目錄 每雙鞋是照著目錄的 然後妳就編號163雙鞋 對 還有四雙是新的 還沒有印好 但以為只有這樣嗎 就是我的手做區 對 我剛才就說我的副印卡 念書學設計的小Call 平常沒事喜歡做手工卡片 不誇張 這一整排櫃子放的全是過去她親手做的 算算至少上千張 我還會做光療呢 還有光療的支架 所以這是自己弄的 都是自己弄的 手部的光療 接下來我們就要去看小Call的私密空間 Special 哇 一開門就有一個香味 有一點香味對不對 一進到主臥房 先看到是衛浴 媲美五星級 其實這邊就是主臥房的衛浴 馬賽克牆 黃色燈光 還有純白大浴缸跟馬桶 很有歐洲小旅館 因為空間很大 然後妳又用這種比較黃黃的燈 就會很溫暖的感覺 浴缸之外 小Call也有花灑式聯盟頭 但它很不一樣 刻意不用浴簾 最主要是追求開放空間 而洗手台就像是五星級飯店 我就覺得這個鏡子很大面 讓我覺得我有在五星級飯店 有有有 我每天都在五星級飯店喔 對 再往裡面走迎接妳的是它的更衣間 哇 這個更衣室也滿大的 對 這更衣室 然後有做個軌道 就是妳什麼就是 其實應該這更衣室有重新再整理過 因為它這邊本來是做了一個很大的木櫃 但是這個木櫃基本上它沒有辦法放太多的東西 所以乾脆拆掉改成鋼架做成開放式 除了衣服比較不會受潮 鑶也比較容易 桌房大約六坪 還是擁有無敵的山景 因此主臥跟客廳一樣堅持不掛窗簾 妳化妝都在這邊化妝 我在這邊化妝 那為什麼沒有椅子可以椅子 基本上我喜歡這樣的話 那我個子嬌小 坐著妳知道距離那個鏡子有點遠 我這樣子我畫椅子比較近一點 秋替打開來每個都整整齊齊 指甲有保養品化妝水乳液 妝的滿滿滿 妳一個人就一張臉而已 妳是突然之間 妳知道嗎 我們畢竟就是軍團嘛 就是美的東西美妝的新品我們都要用啊 很多的試用品好用的 我們要推薦給大家 這是搬家讓小CALL養成東西分類的習慣 現在都不怕東西找不到 她的房子位於新北市新店山區 全創三十坪 剛開始買了小房之後 你賣掉的就是多多少少才會賺一點 然後再來慢慢的換房子 越換越大減 我覺得這也是一種投資啊 對我來講啊 那強迫儲蓄 因為妳就一定要賺那個錢去還付貸款 所以小CALL現在努力賺錢 最近除了通告跟外景主持也變成電影咖 現在這個房子她住得很滿意 除非她發大財可以搬到台北市住大房 不然短時間啊都會在這裡過著 例如桃園米般的隱居生活